黑色謙虛又傲慢,懶惰隨性又神秘 時裝設計師山本耀司一生鍾愛黑色 他說黑色可以吞噬光線 或使事物看起來更加清晰 無論是著裝還是開車 選擇黑色絕不是保守低調 它是一切顏色的盡頭 紅藍黃三元色構成它 正如事業、家庭和夢想構成人生 一如性能、實用和設計構成奧迪RS6 它無法被單一之詞所描述 它是夢想之車的集結 愛車人的終極之選 施略的紅色是戰鬥之色 也是靜典的顏色 全力以赴並獲得最終的勝利 這也是RS6自誕生以來的信念 2002年它一面試便是當年BBA中最快 也是動力最強的旅行車 賽車版本首次三賽便登頂 北美Speed GT世界挑戰賽 RS6 Plus的極速更是達到驚人的 280公里每小時 是當時地表最快的運動性旅行車 紅是RS的代表色 也是紅色菱形ICON顏色 當我去面對事業上的決定性時刻時 也會選擇紅色的配色 它象征著激盪高昂的情緒 也預示著一個幸運的結果 當然我還會選擇開RS6 這位賽場上的戰神 擁有同級別最強的V8發動機 源自賽事歷練的極致調教 和賽車理念的極致輕量化 讓它擁有了筆尖超跑的頂級性能 如同賽場上的戰神 這裡不爭奪冠軍 但仍然可以收穫歡呼和掌聲 仰頭望天低頭看海皆為藍色 出身於尼斯的藝術家伊夫克萊因 在日复一日凝視天空和大海時 收穫了頓舞 最高和最深的都是藍色 我喜愛藍色 它與我而言更像是一種感覺 在外奔波一天推開家門的瞬間 平靜而寬廣的感受包裹住我 縱然汽車是關乎精準和數字的藝術 但我仍然建議你有時候可以放棄理性 而用感知的方式去體驗它 你無需知道RS6的承載空間有多少 只需盡情地用物品填滿它 一間SUV的裝載量自然會告訴你所有的答案 你也無需知道這輛車上 用了哪些堪比行政級的舒適配置 你只需坐上它 然後放鬆地去感受它 就像伊夫克萊因最終創造克萊因蘭的那一天 他一定不是發明了它 而是捕捉感知到了這個顏色 明媚 張揚 奪目 黃色是強烈的存在 是光之顏色 巧合的是兩個擅長用黃色的藝術家都來自荷蘭 灿烂的向日葵 無邊無際的麥田 梵高將黃色用到極致 而在一個多世紀之後 另一位來自荷蘭的藝術家霍夫曼 將一隻巨大的大黃鴨 帶到了世界上的無數城市 他說 黃色是新生命的顏色 而我說 黃色是夢想的顏色 被平凡的生活 度上一層夢幻的金色光彩 梵高愛黃色因為它熱烈 霍夫曼愛黃色因為它純粹 而我們愛黃色則因為它浪漫 將一種顏色用到極致便會創造一種美學 正如RS6 將一種設計語言從初始堅持至今 葡萄伊賽車的Avant相體設計 讓經典的RS2Avant成為世界上第一款 五座高性能瓦罐 奠定了瓦罐設計在奧迪RS家族中的地位 簡約而精緻的瓦罐相體 融合傳承賽車基因的兇猛外觀細節 只是今日RS6Avant在經典之上繼續創作 讓瓦罐成為藝術 奧迪RS6完美地包容了生活三原色 無需在視野、家庭和夢想間做出取捨 而可以像它一樣 讓性能、實用和設計皆為極致 在黑色之下是低調和鋒芒 是形而上的性能格調和形而下的日常實用 拍地標最強瓦罐 做日常自在之事 暢快西遊在路上